與其說科技不如說我們為用戶開發的軟件 因為我們發現大家是這一類的使用者 都會有長期工作的需求 對 你要是訂閲燈 說Blue Light是什麼? 對 我們的Blue Light是可以 我們是硬體反彈光 所以不會現況 但我覺得大家都做得到 所以我們也要講這個 對我要講的是 講特別的 對我講特別 畢竟大家時間寶貴 對 那我們就是有出一個比較神奇的一個東西 叫做IQ 聽起來很像我們的IQ 但不是 對 那它的IQ是幹什麼? 它其實是一個 我們的三種圖片 一個是一個 它是來幫你測量你的眼睛疲勞程度 對 假如你今天發了這張圖的曲線 不是指的 有點歪歪扭扭扭扭的 就代表你應該休息 就是跟我們以前網路上不是有一些圖片 就測試你眼睛那些 沒錯 它其實就是用這個 然後有跟一些學校合作 然後去找的這種一些圖片 但是你好好進去選單 然後把這個叫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之後會想 就是再改良 就是看可不可以把它放在我們的那個 MSA Center 但是這個是後面 我們會去做反應 但是 目前我們是先設定在之後 因為其實老實說 你不會一直去用這個東西啦 就是 你一定是覺得 我今天需要 是不是真的 該休息 對 我真的眼睛不太舒服 我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對 啊這個的話就是 眼線會變得比較粗 粗細會不一樣 然後 顏色比較暗的時候 就是 差不多要休息 對 那一樣的 那另外一個東西 我覺得是在最一開始 每個人都會需要用到的啦 因為 怎麼說 就是 大家在 對 然後小 就是 就是 就是比較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顏色 嗯 對 然後就是硬體的顏色 然後 然後 因為我自己是媒體工作者 所以我 我就不會用 就他 他有什麼 Custom Mode 然後我就可以用硬體角色 對 對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 Display Key可以直接調 OK 只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是要給你看 IQ 所以才在這邊調 基本上我們 不太會在這裡調 對 那這個的話 我覺得是一開始 使用的時候 會比較常用到 喔 就眼睛的水平 對 因為其實 很多人不知道 你適合的角度 嗯 或是高度 那這個就會相對於來說 可以用一下校正 可是你這一個螢幕 沒有辦法調高度 對 可是我們可以調明 OK 也是 沒有啦 算是這樣講啦 但是 至少他的傾斜角 我覺得傾斜角 這些是可以做的 對啊 那高度那一條可以調 那一條也有IQ 所以其實是OK 如果你真的喜歡的話 那一條也可以 對 但 大概 都可以考慮 都看看 看哪一個比較厲害 這樣子 小朋友才做選擇 哈哈哈哈 就很多螢幕這樣疊起來 這樣子 欸 我們認真 在 研發那個 螢幕機架 喔 那就盡情期待 我還蠻需要這個東西 我還沒找到一個解決方案 但我覺得是依照你的情境啊 你現在的情境是什麼 目前的情境是想要把螢幕往上疊 但是好像很少了 有 我給你看 我上次 幫我們家的產品開通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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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